日前中共宣布 20届三中全会将于7月召开 中共军报发文强调军队纪律 有消息指 中共军中传言四起 并对董军任国防部长不满 军队高层特别是老军头 可能在三中全会上 向中共挡回习近平施压 中国南方地区持续强降雨 香港也受灾 香港天文台4日发出 2024年第一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 其中西贡及将军澳区大雨 汽车和道路全被大水淹没 澳门于上午一度发布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 澳门及香港均宣布下午停课 法国电视二台于5月2日晚间 播出了一档电视专题 揭示了中共警方如何通过 中共驻法国大使馆 海外服务中心以及海外华人网路 威胁驱逐异议人士 报导中指出 3月底26岁的中国异议人士林华战 被7人带进巴黎戴告乐机场 其中包括两名中共大使馆工作人员 但林华战拒绝登机 法国边境警察也赶来 制止了中方人员行为的全过程 受电商冲击 加上三年疫情风控等因素影响 广东超市三巨头之一的 人人乐连锁超市 在发布的最新年度财报中显示 公司已连续三年出现巨额亏损 新长两台电视整理报导